小朋友们,大家好!欢迎收看托马斯小故事! 这天,托马斯在多多岛上正准备要工作了! 又开始繁忙地工作了! 我可是最勤劳的托马斯! 我最喜欢工作了! 出发咯! 我们的托马斯,还有灯光,灭热! 我们开始签了! 对! 这边没事! 啊! 好! 托马斯缓缓地经过了这儿 刚好亨利也来了 亨利要转弯 嗨 嗨 托马斯 快停下来 停下来啊 亨利 我停不下来了 停不下来了 哎呀 不好了 两辆小火车相撞 亨利很生气 哼 托马斯都怪你 你为什么不刹车呢 现在倒好 我们相撞了 水也没有办法走了 你说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啊 亨利 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啊 我当时是刹车了 可是没有及时杀猪嘛 亨利 如果当时你停下来了 让我先走 我们就不会相撞了 对吧 所以这件事 你也有责任哦 亨利还是很生气 就怪你 就怪你 快跟我道歉 亨利 我们互相抱怨 也不能解决问题 赶快想个办法 大家好通行啊 不如我先让你过去 我退一退 你先过去 嗯 托马斯 其实我觉得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不完全是你的错 我也有很大的问题 我也有错 要不 托马斯 我让你先过吧 还有 我要对你说 对不起 嗯 亨利 我也要对你说 对不起 我让一让 还是 你先过吧 嗯 不 托马斯 你先过 你先过 亨利 你先过 你先过 凉凉小火车 互相谦让 最后 亨利决定 让托马斯先通过 嗯 那就谢谢你了 亨利 我先走了 嗯 好的 托马斯 一路顺风 好了 我也可以通过咯 接着 亨利 也进入了 轨道 哎 托马斯 等等我呀 怎么了 亨利 托马斯 我们一起玩吧 好啊 亨利 但是 你要跟在 我后面哦 嗯 好了 托马斯 没有问题 出发了 哇 他们 好快乐 好开心 好了 小朋友 这期的小故事 就讲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